你好,欢迎来到老杨读红楼 让我们一起细读红楼品味人生 本集主要讲 1.贾母组织大家打的牌是麻将吗? 2.为什么让领导赢很重要? 3.贾母为什么骂贾脸? 在上一集,凤姐为了斗贾母开心 打牌的时候故意放炮,打了一张二饼 那么,你知道他们玩的是什么牌吗? 我估计有小伙伴可能会说 这还用问吗?既然都说了牌里有二饼 那当然是麻将了 如果是麻将,我还会提这个问题吗? 毛泽东主席说 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 一是中医 二是曹雪琴写的红楼梦 三是麻将牌 而香港女作家易书说 女人有两种 一种是打麻将的 一种是看《红楼梦》的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打麻将又有什么问题呢? 有问题 因为书里根本没有人打麻将 估计会有小伙伴说 不是吧 在前面交大最闹的那一回 凤姐到宁国府不是就打麻将吗? 错了 他们是在磨骨牌 也就是推牌酒 之前很多次出现的都是骨牌 不是麻将 那这一次都有了二饼了 怎么会不是麻将呢? 对这个问题最直接的体现是书里说的玩法 用的词都不是麻将术语 首先 书里出现了一个词 告腰 什么是告腰呢? 就是说 洗好纸牌以后 每人先翻一张牌 点数越小 越早拿牌 翻到一点的最先拿 其次 书里明确说的是 斗了一回 为什么用的是斗呢? 因为斗指牌是固定用语 这跟后来说的打麻将是类似的 第三个证据就更加明显了 甲母银牌之后是 置下手中的牌 很显然 如果是打麻将 你是没办法把所有牌都拿在手里 然后置到桌上的 只有纸牌才可以 那么为什么不打麻将呢? 原因其实很简单 因为麻将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出现尚未流行呢 麻将就是纸牌的儿子 是从纸牌发展出来的 这种纸牌并不是贩纸用纸做的牌 而是特纸一种牌 他的祖宗已经不好确认了 静青是明代的马吊牌 它需要四个人一起玩 牌是长两寸左右 宽不到一寸的纸做成的 一开始纸牌一共60张 分为三种花色 包括文钱 也就是我们说的饼 锁子也就是我们说的条 万贯也就是我们说的万 每一种花色都是一到九各两张 另外还有腰头三色 也就是麻将牌里的中发白各两张 斗牌的时候 四人先各取十张 然后再依次取牌打牌 三张连在一起的牌叫一副 三副牌再加一对 一共11张就可以获胜 银牌的叫法是胡 而这种叫法一直延续到了麻将 跟打升级不过瘾 变成双抠拖拉级一样 清朝人感到 纸牌的张数太少了 他们就把两副牌放到一起玩 纸牌就变成了120张 在玩法上 除了三张连在一起的牌 可以当作一副以外 三张相同的牌 也可以成为一副 这就开始允许 吃 碰和杠的玩法 到了清末的时候 纸牌才增加了 东 南 西 北 四侧风牌 也正是由于纸牌的数量 越来越多 在洗牌 拿牌 打牌的时候 就越来越不方便 人们就借鉴了骨牌的形式 把牌立在桌上 变成了现在的麻将 也正因如此 贾府就没有人再打麻将了 下面让我们接着读原文 凤姐道 可是我要算一算命呢 这是自己发的 也愿埋伏 贾母笑道 可是呢 你自己该打着你纳嘴 问着你自己才是 又向薛姨妈笑道 我不是小气爱赢钱 原是个彩头 薛姨妈笑道 可不是这样 哪里有那样糊涂人 说老太太爱钱呢 凤姐正数着钱 听了这话 忙又把钱穿上了 向众人笑道 够了我的了 竟不为赢钱 单为赢彩头 我到底小气 输了就数钱 赶快收起来吧 贾母规矩是鸳鸯带洗牌 你和薛姨妈说笑 不见鸳鸯动手 贾母道 你怎么挠了 连牌也不替我洗 鸳鸯拿起牌来 笑道 二奶奶不给钱 贾母道 她不给钱 那是她交运了 便命小丫头子 把她那一吊钱 都拿过来 小丫头子真就拿了 搁在贾母旁边 凤姐儿笑道 赏我吧 我赵叔给就是了 薛姨妈笑道 果然是凤丫头小气 不过是玩罢了 凤姐儿听说 便站起来 拉着薛姨妈 回头指着 贾母素日放钱的 一个木匣子笑道 姨妈瞧瞧 那个里头 不知道玩了我多少去了 这一吊钱 玩不了半个时辰 那里头的钱 就招手叫她了 只等把这一吊 也叫进去了 还也不用斗了 老祖宗的气也平了 又有正经事拆我半去了 话未说完 饮得贾母众人笑个不住 偏有贫儿怕钱不够 又送了一吊来 凤姐儿道 不用放在我跟前 也放在老太太的那一处吧 一起叫进去 倒省事 不用做两次 叫箱子里的钱费事 贾母笑得 手里的牌撒了一桌子 推着鸳鸯叫 快死她的嘴 贫儿一言放下钱 也笑了一回 方回来 至院门前遇见贾脸 问她 太太在哪里呢 老爷叫我请过去呢 贫儿忙笑道 在老太太跟前呢 站了这半日还没动呢 趁早丢开手吧 老太太生了半日气 这回子 亏二奶奶凑了个半日趣 才略好了些 贾脸道 我过去只说 讨老太太的事下 十四往来大家去不去 好预备轿子的 又请了太太 又凑了趣 岂不好 贫儿笑道 依我说 你竟不去吧 和家子 连太太宝玉 都有了不适 这回子 你又填线去了 贾脸道 已经完了 难道还找补不成 况且 与我又无干 二则 老爷亲自吩咐我 请太太的 这回子 我打发了人去 唐货知道了 正没好气呢 指着这个 拿我出气吧 说着就走 贫儿见她 说得有理 也便跟了过来 贾脸到了唐屋里 便把脚步放轻了 往里间探头 只见 行夫人站在那里 凤姐眼尖 先瞧见了 使眼色 不命她进来 又使眼色 与行夫人 行夫人不便就走 只得倒了一碗茶来 放在贾母跟前 贾母一回身 贾脸不防 便没躲凌厉 贾母便问 外头是谁 倒像个小子一伸头 凤姐忙起身说 我也恍惚看见一个人影 让我瞧下去 一面说 一面起身出来 贾脸忙进去 陪笑道 打听老太太十四刻出门 好预备轿子 贾母道 既这么样 怎么不进来 又做鬼做神的 贾脸陪笑道 见老太太玩牌 不敢惊动 不过叫媳妇出来问问 贾母道 就忙到这一时 等她家去 你问多少问不得 哪一遭 你这么小心来着 又不知是来做耳抱神的 也不知是来做探子的 鬼鬼祟祟的 到唬了我一跳 什么好下流种子 你媳妇和我玩牌呢 还有半日的空 你家去 再和那赵二家的商量 致你媳妇去吧 说着众人都笑了 鸳鸯笑道 抱二家的 老祖宗又拉上赵二家的 贾母也笑道 可是 我哪里记得 什么抱着背着的 提起这些事来 不由我不生气 我进了这门子 做虫孙子媳妇起 到如今 我也有了虫孙子媳妇了 连头戴维 五十四年 凭着大惊大贤 千奇百怪的事 也惊了些 从没经过这些事 还不离了 我这里呢 贾连一声不敢说 忙退了出来 贫儿站在窗外 悄悄地笑道 我说着你不听 到底碰在网里了 正说着 只见邢夫人也出来 贾连道 都是老爷闹的 如今都搬在 我和太太身上 邢夫人道 我把你没孝心 雷打得下流种子 人家 还替老子死呢 白说了几句 你就抱怨了 你还不好好的呢 这几日生气 仔细他捶你 贾连道 太太快过去吧 叫我来请了好半日了 说着 送他母亲出来 过那边去 在上一集的末尾 凤姐放炮 让贾母赢了牌 凤姐接着说 这就是为什么 自己刚才想算命的原因 她还要怪 贾母一开始 就在牌桌上 做了埋伏 贾母则说 这就是因为凤姐一开始 就说自己不可能赢 所以现在才输了 你看 凤姐开始说的话 也是一种铺垫 这样故意放水的嫌疑 才能彻底打消 贾母又对薛姨妈解释 自己喜欢赢 并不是因为小气 就是喜欢这个 好彩头 而这里呢 也可以用来理解 上一集那个 打篮球的例子 对于老板来说 不论比赛有什么奖品 其实都不重要 但是赢本身很重要 如果你把这种现象 理解为个别人才会有 那就又单纯了 书里的贾母是一个 糊涂爱虚荣的人吗 那当然不是了 事实上 这是人性的弱点 所有人都喜欢成功的感觉 都喜欢自我实现 而老板之所以能成为老板 就是因为 他们比普通人 更想赢 更习惯赢 把赢看得更重 你可能会问 难道老板就看不出 这种赢的背后 可能是假的吗 他们有可能看不到 但更可能的是 假装看不到 为什么会假装没看到呢 因为他本来就希望下属 能帮自己成功 而不是比自己更成功 打牌 打球 也是表忠心的一部分 能不在意别人嘲笑的眼光 为自己的成功做贡献 这不就是他最想要的下属吗 而那些在排场 球场都不尊重自己 不支持自己的员工 又怎么能保证 在工作中尊重自己 支持自己呢 你想想 这是不是也有些道理 所以 人性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看到 历史上有很多人 被溜须拍马迷惑 背后的情况 未必是那么简单 老杨这是在教 大家怎么阿谀奉承吗 当然不是了 我只是帮你 更深刻地理解 这背后的逻辑 无论你是否愿意这么做 明白背后的道理 总是好的 而老杨就是因为 虽然明白道理 但不想这么做 所以现在才在做节目 给你讲道理 而没有去陪领导 打球打牌啊 薛姨妈当然明白 凤姐这么做的道理 所以她说 不可能有人糊涂地认为 贾母是因为这点钱 才想赢 凤姐真是一个天才演员 她本来正在数 输给贾母的钱 听到这句话 就又把钱收起来了 对大家笑着说 既然贾母不是为了钱 只是想赢 那就不给钱了吧 正在洗牌的鸳鸯 就停了手 贾母以为鸳鸯是因为生气 连牌都不洗了 鸳鸯则说 是因为凤姐不给钱 不讲规矩 贾母就直接让小丫头 把凤姐的移掉钱 全部拿走了 凤姐又笑着找贾母要 薛姨妈说 凤姐确实小气 凤姐听了 就指着贾母放钱的一个匣子说 里面不知道有自己多少钱呢 现在是匣子里的钱 叫自己手上的钱进去 贾母开心了就好 自己也可以回去干活了 为什么说凤姐是天才呢 贾母说自己不在乎钱 那凤姐在乎吗 根据前面平二 对席人透露的 凤姐放贷的收益来看 一吊钱也就是一千钱 还不到一两银子 对于每年 有上千两收益的凤姐来说 根本就不是个事 但是为了逗贾母开心 凤姐故意要说出 自己很在意的样子 老板说不在乎钱 你也说不在乎钱 那老板不是赢了个寂寞吗 可是要怎么样才能 既体现在乎 又不显得小气呢 凤姐的这个动作 就是满分答案 先装作能不给就不给 然后再开个玩笑说 自己小气的原因 最后点名 核心目的就是贾母开心 大家听了凤姐的解释 都笑个不停 偏偏这个时候 贫儿怕钱不够 又送了一吊钱给凤姐 贫儿为什么要送钱来呢 很明显 贫儿也非常清楚 今天这个牌 为了讨贾母开心 只能输不能赢 凤姐就接着前面的笑话说 干脆把这一吊钱 也直接放到钱箱里吧 免得放两次麻烦 贾母听了 笑得连手里的牌 都撒在桌子上了 贾母这种身份 就算送一百两金子给她 也未必能有多开心 而凤姐却用两串钱 加上精湛的表演 就让贾母 从不开心里走出来了 你说这有多划算 这就是贾母宠爱凤姐 我们大家 也喜欢看凤姐表演的原因 贫儿放下钱 陪大家笑了一阵 就出来往回走 在贾母的院子门口 她碰到了贾脸 贾脸问贫儿 邢夫人在哪里 说假设让她来找 贫儿说 邢夫人就在贾母身边 站了很久了 但是不敢动 假设还是放弃吧 贾母生了半天气 幸亏有凤姐逗乐 情绪才好些 贾脸说 自己可以面子上 去请示贾母 问她14号 去不去赖大家吃饭 好提前准备轿子 而私下里 拉邢夫人出来 贫儿却说 最好还是别去 之前贾母 连王夫人和宝玉 都批评了 现在过去 就是找批评 贾脸不以为然 她说 这件事应该已经过去了 难道 贾母还要翻出来 再说自己吗 更何况 这跟她 也没什么关系 而且 假设派她来 找邢夫人 如果她不干 假设那边 没地方出气 也会找自己的麻烦 贫儿听贾脸说的 也有道理 就又一起回到了 贾母的房间 在上面这一段 有两个细节 贾脸说 要专门请示 贾母轿子的问题 为什么要专门问呢 因为贾母的轿子 可不一般 在之前 清虚惯打轿的一节 我们就看到过 她做的是 八台大轿 是专用的 因为专用 贾母又很少出门 所以每次使用之前 都要仔细收拾 这跟我们现在 随时可以开辆车 接送人 是不能比的 另一个是 对比贾母和贾舍 贾脸是 宁愿贾母批评 也不愿贾舍批评 奶奶对待孙子 还是疼爱为主的 而父亲 却很难有好脸色 因为贫儿 是为凤姐和贾脸服务的 这个时候 不顾主人自己回家不合适 所以 她就又跟了回来 贾脸到了 贾母的堂屋 也就是 大房间里面 客厅的部分 她就把脚步放轻 悄悄往里看 她看到行夫人 站在一堆人旁边 凤姐看到了她 赶快给她使眼色 让贾脸别进来 她还暗示行夫人 贾脸来找她 凤姐这个反应 也可以证明 她跟贫儿想的一样 贾脸现在 是不应该出现的 可是 行夫人不走 贾脸也不敢走 因为贾母 一直都没有指示 行夫人 就主动给贾母 端上一杯茶 古人敬茶 是有赔礼的意思的 因为正常这些事 都是丫头们在做 贾母如果 接受这个赔礼道歉 允许她走 那她才能 符合理的要求 可是 没想到贾母这个时候 突然转身 看到了门口有人 她还问 到底是谁 凤姐只能亲自走出去 把贾脸带了进来 贾脸按照之前的计划 询问贾母轿子的问题 贾母一向都是 非常聪明的 她马上反问贾脸 为什么不直接进来问呢 站在门口干什么 贾脸说 是因为看到贾母在玩牌 所以不敢惊动 她只想拉着凤姐 出来问问 我们知道 贾母自己说过 她年轻的时候 比凤姐还厉害呢 这点小伎俩 又怎么能骗得过她 所以贾母追问 如果只是问 轿子的事情 什么时候不能问 等凤姐回去 她自然就知道了 哪里需要 现在着急问呢 而且 什么时候贾脸会害怕 打扰自己打牌 是不是来打听消息的 这么鬼鬼祟祟 吓人一跳 你看到没有 贾母立刻就明白 贾脸来这里的意图了 只是她没有说破 虽然表面上 她没有提到 行夫人和贾舍 但是贾母还是说 贾脸是下流种子 问她是不是来打探消息的 什么消息需要贾脸来打探呢 在座的人都明白 贾母留下凤姐继续玩牌 她还说 贾脸可以回去 跟赵二家的接着商量 怎么迫害凤姐 这句话又逗得大家都笑了 鸳鸯提醒贾母 是抱二家的 不是赵二家的 贾母说 自己怎么会记得姓什么呢 只是想起这件事就生气 自己在贾府已经五十四年了 经历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但是真的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贾脸还不赶快走开 上面贾母骂贾脸的这段话 你看到背后的意思没有 你以为她只是骂贾脸吗 那就又单纯了 一方面 贾脸是个出气筒 跟之前凤姐精心安排 贫二躲开贾夫人一样 贫二这次认为 贾脸不应该在贾母面前出现 背后的道理就是 上位者如果生气 必然会找一个出气口 贾母的气 虽然已经压下去一些 但是还没有彻底消失 不让贾夫人走 也不让他参与玩牌 就是一个信号 贾母不能当着一堆人 把贾舍叫来骂一顿 那么跟贾舍有关的人 都可能成为出气的靶子 而贾脸就是这种身份 那骂贾脸找什么理由呢 表面上是贾脸偷情的事情 说他好色 而背后呢 也不排除是在抱怨贾舍的好色 另一方面 贾母最后一句话 是话里有话的 贾母说自己没经过这种事 这是说贾脸偷情吗 不是的 他是在说假设 因为之前安慰凤姐的时候 贾母就说过 什么要紧的事 小孩子们年轻 馋嘴猫似的 哪里能保住 不这么着 从小世人都是打这么过的 可见贾脸偷情的事情 一点都不稀奇 贾母是经历过的 那他什么没经过呢 当然是假设挖母亲墙脚 算计母亲的事情了 这也同样是 指丧骂怀的说法 在贾府 长辈批评 晚辈是完全不敢还嘴的 所以贾脸不敢解释 赶快退出来 贫儿在窗外 悄悄笑话贾脸 不听自己的话 而这时候 邢夫人终于也出来了 贾脸抱怨 这都是假设闹的 让贾母的气 撒在自己和邢夫人身上 但邢夫人却说 这是贾脸不孝顺 儿子替父亲死 都是应该的 贾脸怎么能抱怨呢 贾脸同样也不敢辩解 就赶快送邢夫人回家去了 假设要鸳鸯的闹剧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作者又有什么新的故事要展开呢 呆霸王薛盘 和帅哥柳香莲就要登场了 我们下集再见